喔!漂亮的! 我有朋友 你看!這有北極圈好美! 吃飯時間到了 好美的想要學習 大家好,我是斯凱 大家好,我是米拉早安 我們現在在奧斯洛的機場 挪威有一個特別特殊的交通工具 就是挪威北極圈的郵輪 對!因為我們是北極圈狂 已經去過北極圈好幾次 所以我們一直嘗試新的東西 這個郵輪其實從挪威的南邊一直開到北邊都有 但因為這樣全程太貴了 而且要花十幾天 所以我們就決定參加最後一段 從Tronsell到Cocanus 也就是挪威俄羅斯的邊界城市 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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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老公 那我們就先搭飛機到Tronsell 然後一起搭郵輪吧! 好!出發吧! 我們會先搭飛機前往挪威北邊的Tronsell 我們會先搭飛機前往挪威北邊的Tronsell 再從那邊轉達郵輪 經過巴倫之海 前往靠近俄羅斯的邊境小鎮Tierkennes 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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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我們要先搭巴士前往港口 也要開始穿後外套了 畢竟我們已經在飛機圈裡面囉 我們就去 我們就這樣到了挪威鼎鼎鼎的Tronsell 這也是個美麗的城市 但我們不會在這邊待太久 因為這趟旅行的重頭戲還是郵輪啊 我們的船好像來了 所以我興奮起來了 我們到了 好大的好現代的船 我們像的完全不一樣的 超級美麗的 我已經可以想像我在那邊今天晚上會 這個是開心的明日舞蹈 可以叫大家是這樣 然後再往這裡這樣 這艘郵輪是Havida Cappella號 名字源於北半球最亮的星星之一 是2021年才落成的新船 長124寬22公尺 可以載640個遊客 雖然離開船大概還有4個小時 但是我們想看看可不可以提前先上船 那我們就上去囉 謝謝老公 點多美 Präsident fol家 女人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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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我們去接通的電瓶 接個郵輪 所以我們可以騎到四個小時 然後真的好漂亮 和從前的旅程一樣 都是由我來電行程 所以Mila也不知道 我們的船艙長什麼樣子 準備好了嗎 好漂亮的完全不像之前大國的郵輪 什麼都有好漂亮 不要瘋掉 不要瘋掉 這裡好漂亮 這裡好美 好大的空間 好美 好漂亮 這裡好漂亮 這裡好美 這裡好美 這裡就是一個正常旅館的房間 設計的好北 就是那種北極的風格 灰色的顏色 漂亮的木頭 然後有人說一呼 我發現了 你看它有非常正常的浴室 但是最棒的是 它有吹風機 快瘋掉了 這裡好漂亮 這個比我想的還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就簡單的那些 郵輪都是簡單的 這個就是 這 我有畫 可以講 這是超級漂亮的 背圈的妖人 然後這麼大的窗戶 然後這裡有個桌子 很適合我們這種地區通通美 在這邊工作 床的旁邊還有沙發 所以晚上我們可以在這邊 泡茶 看海景 謝謝老公 有 要分掉 這個風景好美 我們的船起航囉 出發囉 我們要離開床所 然後往北部走 你看好美的風景 好漂亮 有那種冒險的感覺 能自己探索背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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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肌圈囉 我超級超級喜歡美肌圈 謝謝老公 然後我們從這裡來逛一下這個船 給大家看這裡到底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那這裡是四樓 最低的我們可以到的地方 這個門 我們剛從那邊登船了 我們後面的那個地方是櫃檯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要登船 都是在那邊要處理的 他們特別在這裡有一個診所 萬一有人真的需要幫助 這裡都可以處理 對這其實也給人安全感 歡迎來到五樓 這個船我覺得設計很聰明 因為是以想看風景的遊客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右邊還是左邊 有非常多椅子可以坐 然後大大的窗戶 但我們家的是 其實沒有人在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人喜歡從哪裡看風景 不知道 但是你看這個窗戶這麼大 這裡有金 你可以看著這個漂亮的風景 跑步或者騎腳踏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受不了 連在床上 都要 運動 都要 讓身體更強 那這裡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但是很有趣的是 萬一你運動到不行 這裡還 我們還準備了歐吐袋 那在七樓呢 在七樓有 很重要的東西 救生亭 體溫 不會用到 從七樓可以直接上去到八樓 那邊有JACUZI還有酒吧 看看 然後這是JACUZI 那怎麼還沒有人到JACUZI 要用呢 喔 暖暖的 但是我們沒有在用 JACUZI的對面有什麼 有酒吧 雖然它 不知道 沒開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理論上這裡應該有個酒吧 我們到了 酒樓 這裡也蠻特別 雖然風景也是差不多的 但首先有那種 可愛的小橋 可以 繞一圈 你可以看到 雖然現在 時間還很早 但是 連一個人都沒有 我在 想這些人都走到哪裡 基本上就算那個窗滿了 我覺得還是每個人 可以找到一個空的地方 可以看風景 好漂亮耶 你看 這有貝基圈 好美 我的貝基圈 謝謝拉高 後來我們終於找到其他人了 原來他們都在溫暖的室內酒吧 坐著看海 畢竟外面接近零度 可以想像為什麼 大家都喜歡待在這裡囉 你可以想像 那這幾百年來的探險家 可能就是走這一條路線 然後穿過八輪之海 邁向未知的世界 真的是非常浪漫的感覺 好的 接下來是我的保養事件囉 那這邊也特別感謝 這部影片的贊助商 Foreo Foreo是來自瑞典的高科技 美容保養品牌 我已經使用Foreo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就是使用 LUNA4洗鏈機 搭配UFO塗棉膜液 這也是他們的 Swedish Skincare Step 瑞典保養步驟 長時間進行這樣的保養流程 我覺得非常滿意 可以改善我的皮膚的妝狂 LUNA4洗臉機 我覺得它讓我的皮膚 可以洗得更乾淨 因為我每天都會擦防曬 所以洗臉特別重要 用LUNA4洗臉 也可以更有效清潔我臉上的髒污 我也很喜歡它的按摩功能 很舒服 那UFO塗棉膜液 我覺得它的震動還有加熱和冷卻的功能 讓我的皮膚更健康 顏色更好 還有更光澤 對我來說 使用它也是一種享受 也是一種娛樂 我也喜歡用不同的面膜 搭配UFO塗面膜一使用 可以這樣一直換口味也很新鮮 比傳統單純質使用 面膜更有效更好玩 就是加熱加上它的震動 不能舒服就覺得很有效 我們也把Foreo最新產品 資訊放在資訊欄喔 記得點去看看喔 吃飯時間到了 我們看看他們的食物吧 他們說我們三餐的位置都會固定 所以我們花了一點時間選位置 原本以為是自助式的 結果卻是點餐的 我們可以任選三道菜 原本想加點酒 但是看到一杯啤酒大概要400台幣 就打消了念頭 開胃餐我們選的鮭魚 因為都是他們當地的 豬餐會吃魚 試開牛排 還有一個小甜點 看看可不可以吃飯喔 會不會被吃飯喔 非常不錯啊 原本我們對餐點的期望沒有很高 畢竟這裡是北歐 但每道菜都很好吃 這真的是額外的驚喜啊 除了幾個比較大的港口之外 有人也會順路停靠幾個小鎮 運捕物資 我們到了某一個地方 現在四點多 要進去這個地方 停在這裡15分鐘 每個小鎮應該很難用其他交通工具到吧 應該只能船吧 船靠岸沒多久 碼頭工人就急著卸貨了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景點之一 其實對他們來說 只是他們的溫馨家 所以可能現在也有一個爸爸問女兒 不管到什麼地方 我都希望晚上看城市 那種溫馨的舒服的感覺 感覺就是有人開燈 然後準備可能睡唷 然後嗯嗯嗯 好舒服 很喜歡 現在要離開唷 中間我們到Kirkanes之前還會有很多站 其實現在已經11點囉 好囉 離開囉 拜拜 拜拜 那我們準備睡覺 那我們準備睡唷 那你看 天怎麼亮 然後現在感覺 海也變得比較不安 應該會睡得很舒服 像這樣啊 就等於在搖啦 對啊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啦 期待遊人的早餐 晚安 早安 我們睡得很舒服 因為它一直這樣搖搖搖搖 在這裡因為我們已經進去很北部的地方 這要的比較嚴重一點 那現在去吃早餐 早餐你可以從菜單選幾個東西 我們選的是炒雞蛋 不知道有什麼的沙拉 有熏鮭魚 有小可頌 還有一點麵包 最愛的小早餐 早餐的味道也是好的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喜歡自助式的咯 我們繼續航行 準備前往下個港口 Honisvork 我們也會在那邊下船走走咯 我們接近的那個城市 是全歐洲最北部的城市 那應該也就是說 全歐洲最北部的 大概有兩千人住在這裡 他們靠捕魚還有遊客 生活 為什麼遊客呢 因為從這裡可以開車 到全歐洲最北部的地方 叫Nordka 那我們到北部七十一度 Honisvork 我們準備在這裡下船 上下船的時候都需要刷房卡 方便船員掌握大家的動態 現在要隨便逛哪個城市 剛好開始小雨但是沒關係 Honisvork 位於北極圈以北約五百公里 沿路上我們只遇到一兩個人 又冷又安靜 我們這樣逛城市 先看到這裡有學校 後面有他們的教堂 都是漂亮的風景這樣 很難想像住在這邊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像在不同的時空 和全世界都脫節了 就算是小小的城市 但是台灣還是有自己的足球場 說不定有自己的足球隊 你看那個風景好漂亮 來過這麼多北極圈的地方 你才會發現其實世界上 有很多人都生活在這種很偏遠的地方 所以世界真的很大 老公說這裡很適合這條米的舞 那我就開始喲 北極圈 北極圈我來了喲 那我們大概逛了一下 所以現在我們要回到床 然後準備吃午餐 肚子餓餓的 午餐雖然也是單點的 但是是吃到飽的 餐點也一樣很美味 要多少就可以點多少 我們選擇小菜 但是因為他們特別強調 不要浪費食物 所以你先點一點點 然後吃不飽再點 我們在廚家蛋糕 在北極圈 我妹在想 學習 我們離開Honis Walk 繼續在海上航行 船上的節奏非常慢 不需要趕時間 真的和其他的旅遊方式很不一樣 我們要接近一個 納威最有名的石頭 這個長得像教堂的石頭 叫做Finkirk 是古老的薩米族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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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漁民也會在這邊祈求平安 過去漁民也會在這邊祈求平安 你們覺得看起來像什麼 床上有一間咖啡廳 我們也點了紅蘿蔔蛋糕 來享受悠閒的氣氛 坐在這裡吃蛋糕 然後看風景是一種小學習 我覺得天天都很好吃 北極圈也讓我思考一些 生活的事情 神秘的問題 然後我突然發現 那一座山 看起來像風龍的蛋糕 定行程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加點三餐 強烈建議一定要加點 因為真的很美味啊 離開所有的那些小海灣之後 變得超冷的 第一次在這裡發動 但是我們就是喜歡這樣的環境 我們就是喜歡這個冷 喜歡這個 這個空間 很喜歡北極圈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一次再一次 回到這裡 然後享受 謝謝老公這一次的安排 等一下我們要下去洗熱澡 然後慢慢準備睡 但是還不是我們這一次的 北極圈的故事的終點 還不是喔 北極圈即將進入永洲 即使夜深了 天空依舊透著微光 我們就是喜歡這樣原始的氣氛 我們就這樣在船上度過第二個晚上 就是我們在船上最後一次 早上等一下 大概在一個多小時要下床 然後到下一個小時 離開我們船上的身後 離開我們船上的身後 很充實 很充實 我們到Kirknes 擺在這裡住一段時間 所以有點興奮 很刺激 哭哭 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個床 因為真的玩得很開心喔 準備下船 準備下船 謝謝 下船了 對 唯一睡覺的東西是回憶還有那種 對 可以留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會在這裡住一段時間 所以也非常期待 那我們這個新的經驗 好 那謝謝老公安排了 給我們這個星塵 推薦給喜歡大遊輪的人 非常非常棒的經驗 那我們下次見喔 我們下次見 我發現了一個很棒的空間 你看 這是家的壁爐 但是又覺得是它也有那個聲音 所以有感覺到是很像真的 因為連那個聲音都是很像的 那如果你覺得八船幾天 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們還在這裡放一些遊戲 像是拼圖耶 我們下次見 全家專門獻 你